所以他這樣子容易感動 2019年 柯文哲參加大假貓繞境 後半段騎腳踏車代步 帶著紅色棒球帽緊跟的 就是橘子徐芷瑜 過程中大批粉絲找柯文哲拍照 也是由橘子全程控管 負責柯文哲身邊大小事 現在又有前黨員爆料 連近市政府上班 橘子也插手 柯文哲市長叫橘子進來說 幫澤成辦一下手續 明天來報到 然後橘子馬上跟他說 市長我們沒有缺喔 然後柯文哲臉就整個撒住 然後就真的沒有嗎 然後橘子說沒有 朱哲成在臉書透露 市長決定的是橘子可以一秒推翻 先前他替政壇前輩跟柯文哲約時間 柯文哲本人已經答應 但到最後一刻也是橘子一句 市長沒空喔就取消 讓他非常錯愕 而在橘子臉書也時常看到 他抒發心情的貼文 批評別人大頭病愛收割 今年新年願望之一 是希望身邊妖魔鬼怪得到應有報應 都能看出他對柯文哲身邊的人 很有自己想法 對於柯K議員似乎也冠性偷拍 拜會完之後 柯文哲離開 離開台北市議會 然後坐電梯往下的時候 橘子居然沒有跟著他一起走 是回過頭到我的辦公室 對著我辦公室門口往內派 助理就講說 他那個時間看到的照片裡面 手機的照片裡面 除了我們辦公室之外 還有其他議員辦公室的照片 不只簡書培 許淑華也透露 曾在行程中被偷拍 放上柯粉群組批鬥 不少柯市府幕僚也有類似招遇 除了被視為柯媽媽人馬 橘子更是柯文哲已重幕僚 也讓他獨斷作風 頻頻現播 太可怕了吧 菊姐除了當KGB 還可以兼HR 柯文哲用了要菊姐點頭才說得算 沒錯菊姐就像是東廠 錦衣衛這種雙刀 一邊寫東一邊寫廠 菊姐他也給我雙手機 是嗎 有這種事嗎 這真的啦 雙刀 他就拿他的手機出來偷拍 非常的厲害 你看馬上有實證 那個徐蘇花這邊 柯文哲這邊 這邊這個人是誰 欸 就是菊姐啊 菊姐在幹嘛 後來我就查到 這一篇被丟去給特定的網紅 說 許淑華對柯文哲施展 嫌豬手 背後下毒手 真的假的 因為許淑華在去年7月左右 評論過柯文哲的性別不正確的事件 結果到大概12月左右選舉前 當然不同黨派都會去敗票 敗票的時候就去握了柯文哲的手 結果就被菊姐偷拍 然後說許淑華去弄 這麼噁心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懂了 因為我也選舉過 我也認識非常多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在敗票的時候 都會有隨行秘書拿手機幫忙拍照 那個是要發臉書的 可是拍照通常都在政治人物的前面 你要拍正臉 可是橘子躲在這邊 躲在這邊 躲在這邊 拍的是阿伯的背後 他目的不是要拍阿伯 他目的是要拍許淑華 利用角度差 說許淑華吃阿伯豆腐 拍完之後再傳給特定媒體 這個時候都不要臉 那更好笑的事情是 其實橘子本人就被拍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許淑華或他的助理 也有察覺到這件事情 因為類似的事情 橘子已經做了非常多次 是嗎 簡蘇培他說 橘子偷拍我的辦公室 我辦公室裡有人門是打開的 他一拍大家都會看到 他就是講橘子嘛 橘子要告訴大家 沒有再怕 所以說橘子的行為就是 屁孩的行為 吳靜宜他講得很生動 他說柯文哲有一個 討厭誰的名單 柯文哲允許橘子去拍照 就吩咐公司收證 橘子後面有一個 委外的這個智庫團 感覺就是武俠小說裡面的反派 就是一拳 貼什麼照片 寫什麼文 留什麼言 都會變一個報道 上層給柯文哲 這個報道細到 你說什麼寫什麼文就算了 去哪留言按讚 他都要查 就表示說如果你去一個 罵柯文哲的地方按讚 然後會把你收集起來 匯整成一整份的報告 給皇上大安 就是柯文哲的本人看 然後不管是橘子去偷拍任務 橘子跟辦事的內鬥 等等的都是 皇上柯文哲去賜給這個橘子 我跟你講這當然是吳靜寧的爆料 可是如果是真的話 柯文哲這個也太變態 他每天都看橘子爆發在那邊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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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被我抓包了 太噁心了吧 還在翻到USB 喔喔喔喔 1500 300200 柯文哲這麼暗黑 如果是真的話也太可怕了吧 發在現場的苦主朱哲成 他講了兩個精彩這個故事 等一下他可能有更多的細節 反正簡單講這個情節就是他原本已經看出 柯文哲跟民眾黨有很多這個問題 他原本想要退黨 可是想說啊 畢竟是第三勢力 希望他能夠走回正軌 所以呢就有一個一屆的長輩 正在思考何時要退黨的時候 一屆的長輩 就在緩一緩 他可以幫民眾黨走回正軌 所以柯文哲要留在身邊幫忙 然後柯文哲同意囉 喔喔 主席本人同意囉 他還本人私訊說要去市府 找他進入府的事情 對 相談 然後還跟呢 柯文哲成寒暈的幾句 看起來蠻親切的 聊一聊 明天就來上班 嘿 然後聊完之後的話呢 柯在會議室等候橘子進來 要他安排報到的事情 就去第一話就說 我們沒有缺了 蛤 我們沒有缺了 柯文哲的臉個傻掉 蛤 蛤 他想說點什麼 然後橘子再重複一次 我們沒有缺了 蛤 真的沒有缺了嗎 橘子 哇 全請天下欸 真的是 所以我後來想一想 朱哲成真的是要懂得 要怎麼樣討好橘子 對 橘子這麼重要對不對 他說我們沒有缺了 這時候他就要回 說可是我心裡缺了橘子姐 哈哈哈哈 然後沒事 朱哲成 你太嫩了 沒事就要去說 當橘子說他們沒有缺的時候 朱哲成就說 橘子 不好意思我缺 掛在你下面 可以嗎 好 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是說幫一個 一直想拜會 柯文哲政壇前輩 而且有選票基礎 而且有選票基礎 大咖 很重要的行程 然後柯文哲本人 也說好 在禮拜六的下午要訪念 結果接下來幾天 我聯絡橘子 他完全消失了 到禮拜六上午再詢問 他才說 市長沒空喔 還加個O字 直接把柯文哲的行程推掉 市長沒空喔 我再給哲成各位一個建議 遇到這句話就說 那橘子姐你有空嗎 但是我們這個大咖 是拜會菊姐的 對 不拜會柯文哲這種小咖 見到橘子也要想 可是你只要本人 菊姐就說有空 橘子姐不是菊姐 對啊 所以你看 民視平時就要多多觀察 你看他瀏海很帥氣 可以蓋下來 反響 而且還有這個 蓋這個看起來像是手機 還是這個牌子的 是他的這個標牌穿著 我很多個穿搭算什麼 李政壇根本不夠看 菊姐這樣子一個穿著模式 才是我們向往的 吳文哲從十月初 就給我戴圍巾 會不會太離譜 我十整都快要出來 但是還是比不上菊姐的風範 這可能就是菊姐想要 他不要別人捧 敵掉 如果你不捧他 你不把他當一回事的話 他就會給你 很難看 包含是說 你有接貨爆料 也收到一個爆料 說外界把菊姐講得太無辜了 因為菊姐做了很多壞事 他仇人很多 就是他整道的人 就是讓柯文哲打小報告 而且他是對誰 是對柯市府 柯文哲自己的官員 那哪些主角局長還幹嘛的 然後柯文哲覺得可能不喜歡他的時候 橘子就會收集他的資料 然後跟柯文哲打好小報告之後 把這個料報給議員 他不只對外 對外就是減蘇培那些人 對內的內鬥也是橘子負責 對 董事長又不是去打外敵的 對喔 董事長也在處理內部官員嘛 他是CIA接了FBI 對 他是借刀殺人喔 用議員在議會質詢市長誌 來把市長誌裡面 他不喜歡人一個個 砍砍砍砍砍砍 把他給砍走 連柯文哲對局長之後 包容忍耐 什麼都不敢講 太可怕了吧 他在這個府內像螃蟹 螃蟹 螃蟹橫的走 哇這個氣勢非常的強 對 徐新黃也驗證了這一點喔 說橘子到處重傷別人 因為他有訪問一些人 對他有訪問 有些是可以說了 徐新黃說什麼 他說橘子到處重傷別人 一個前北市府的一個首長 他還直接舉例 橘子當在市府攻擊其他首長的話 說人家開市訓會的時候打瞌睡 還把手長眼睛閉起來的那一瞬間 截圖 然後說一雙眼睛剛好閉起來截圖 又被橘子這個指控 還說這個首長搭水戶的車子去洗頭 洗頭也要把 哇真的是東場 然後這件事怎麼落幕呢 柯文哲在首長追問之下 找市政顧問來詢問 顧問告訴柯文哲 首長跟這個台語叫塞亞 你要留哪一個 對 然後橘子就去當實習生的這個班長 但是這只是一個形式而已 他除了實習生班長之外 他還是市長的這個隨行 對 跟著柯文哲執行他的這個任務 所以他不但沒有貶官 他其實反而是升官 去經營負貸 對 他的影響力朱澤成你就掰掰了 那個許淑華你就繼續被偷拍 還是非常大影響 所以柯文哲這個宮廷夢 確實在北市府已經成真了 除了很多短髮的這樣的他的一些重要的幹部之外 用資料很小心 以免性別不正確 對 也有舉止這樣不斷打小報告的特務投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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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